嗨,我是张粗粗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超爱吃火锅的呢? 咳咳,是真的火锅,不是我家这只 我是火锅的忠实爱好者 每半个月就要吃一次 但吃火锅限制也很多 首先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吃 如果我端着料玩 跑去跟隔壁王哥哥唠嗑 我妈一定会打包我的头 第二呢,她真的太大一锅了 一两个人吃不完 七八个人抢不上 像我这种身在异乡的人 凑人确实是个难题 第三 哎呀,算了,我实在编不出来了 总之能吃到火锅就是超幸福的 另外,没有小酥肉的火锅是不完整的 所以也必须安排上 我一共分装了六个火锅杯 跟小姐妹一人一份 让我们一起享受这边走边吃的快乐吧